今天又來到我們每個月一次的Minecraft更新整理了 這次是2022年4月目前為止的重點更新內容 在影片開始之前 只有少部分人看我的影片真的有訂閱 所以記得按下那顆免錢的訂閱按鈕 接下來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一樣我們從紀念版開始 這次紀念版比較特別更新就是斧頭開始會破盾了 雖然不像Java版有明確標示出來 但經過實測後 確實在被斧頭打到後 5秒內是舉不起盾的 紀念版真的要跟Java版越來越像了 接下來的內容就是紀念版跟Java版都有的 首先是各種箱子船 就是有箱子的船 在船上按1可以打開箱子 在船下則是蹲著右鍵才能開箱子 再來就是遠古地下城這邊 多了隱藏的紅石機關房 只要在這種高台踩到其中一格方塊 下面的浮林政策器就會感應到 並且將隱藏的活塞大門打開 裡面有一些紅石機關 可見這裡曾經有居民的 難道這裡的居民找到了 會讓浮林擴散的浮林觸媒之後 全部都死光了 並且死亡留下的靈魂促使 浮林擴散 所以遠古地下城才會長滿浮林 好不管 那接下來看到我們的玉卒 中文翻譯應該會叫 俯守者 他多了遠距離的音波攻擊 跟近戰傷害一樣 而且還會穿牆 這讓我們更難對付了 除了這些 遠古地下城的寶箱 也有特別的戰利品 叫做回生碎片 這個碎片可以製作成回生螺盤 回生螺盤的功能跟一般螺盤相反 一般螺盤會指向玩家的重生點 而回生螺盤 則是會指向玩家上一次死亡的位置 所以以後在外面探險不小心死掉的話 就有一個好用的螺盤 能指向重生點了 另外同樣是這裡的寶箱 快速潛行附魔改成附在褲子上了 應該是因為鞋子的附魔太多 所以才分到褲子去 除了這些 這次也新增了紅樹林沼澤 這是一個長滿紅樹林木的全新生態域 而且地面也都是新增的泥巴 說到泥巴 現在可以用棕爐石 把泥巴裡面的水沾掉了 泥巴就可以變成黏土了 所以現在泥土等於泥巴等於黏土 我們就可以有無限黏土 再也不用到處去河邊找黏土了 另外各種樹葉裡面都可以放水了 這樣也能讓樹葉成為在室內含水的容器 釀造藥水池可以直接從裡面撈水出來 最後呢是月齡 月齡現在會以每秒兩滴的速度 自然回血了 所以也不用怕不小心打到他 他就去了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2022年4月目前為止的更新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